大家好,我是東京走球的鮑勃 伊豆相信大家都有聽過 這也是東京居民週末很喜歡拜訪的地方 光是伊豆半島就有1400平方公里 大概就有5個台北市大 可以看的地方真的很多 當然也有很多很棒的溫泉旅館 那這次鮑勃就來介紹5個伊豆知名景點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鮑勃以後再跟文具深度取材 修善寺溫泉 修善寺溫泉是伊豆半島歷史最古老的溫泉 也是日本的百明湯之一 這裡伊山傍水也是夏木樹石等等的文人末客 喜歡拜訪的地方 如果沒有打算住在這裡的溫泉旅館 大家可以在這裡花一兩個小時 沿著河畔悠閒的走走晃晃 經過浪漫的跪橋後往竹林小徑走過去 雖然人不在京都 但卻很有懶散的氣氛 最後再走到一千多年歷史的修善寺 伊豆之國 全景公園 名字叫做全景公園 大概就知道景色會很美了吧 事實上也是 我們從山腳搭乘長1.8公里的藍車 海拔往上升452公尺 到達了山頂 到了山頂可以全景享受伊豆的美景 可惜當天有點霧霧的 否則搭配富士山欣賞應該會更有看頭 如果想吃點東西的話 可以到商店點點東西吃 鮑伯來訪的時候天氣很熱 點個咖啡雙淇淋邊吃邊看景 悠閒一下真的很不賴 夏田是位於伊豆的南部 是一個集結溫泉、海灘、還有歷史的小城市 鮑伯這次著重了他的歷史風情 1853美國的黑船來行 造成了江湖幕府松綁鎖國政策 培黎肉豆就是當時的美國海軍准將 馬修培黎所走的路 一路上有許多具有歷史風情的建築 很適合拍拍照 這條路上也有很多很可愛的咖啡店 鮑伯來到大盛時期建造 已經超過一百年歷史的古名家咖啡店 草襪坊來喝杯茶 看看優美的河畔景色 晶蓮瀑布 晶蓮瀑布是日本瀑布白選之一 花點時間從停車場走20分鐘的自然步道 就可以看到瀑布了 由於這裡位於深山中 而且有瀑布跟河流的緣故 讓這裡夏天氣溫最高溫不超過16度 十分的適合避暑 然後也很適合芥末的生長 瀑布本身高25公尺 寬7公尺 晶蓮還蠻壯觀的 另外這裡有天成國際尊釣場 大家可以體驗一下邊釣魚邊看瀑布的樂趣 城之起海岸 我們最後一個地點來到城之起海岸 取材的時候天色有點暗了 請大家多多見諒 這裡是4000年前左右 大獅山火山爆發流出的岩漿 所創造出來的獨特地形 熔岩峭壁加上大海的景色真的很棒 另外長48公尺的吊橋也是這裡的特色 往下看的23公尺就是海坡啦 像偉恩這種有點懼高質的人 走這種吊橋應該還蠻恐怖的 哈哈 以上就是這次伊豆的幾個經典介紹囉 想要支持東京走的小朋友 也歡迎加入我們的YouTube會員 讓我們有一點預算可以多拍攝像伊豆這種 東京近郊的知名景點跟大家 大家下次再見囉 掰掰 哦 感谢观看